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料都在家的黄锦龙师傅马上教你做 吃这道菜很纠结 怎么说 感觉鲜虾应该是珍贵的食材 对 对不对 应该要抢的吃 对啊 可是所有的味道被底下的粉丝又吸得饱饱的 又很好吃 对 你到底是要吃贵的虾还是要吃便宜的粉丝 要两个融在一起要好吃 对 对 要让大家不要再去去壳麻烦 就是夹起来就可以吃了 没错 来 先告诉我们虾怎么处理好了 好 来 我这是炒虾 冷冻炒虾 就把这个头剪掉 眼睛盡量不要去剪到它 OK 看起来形状比较 那再来就是这个肚子的地方 是 就都剪掉 把它那个脚 脚都要剪掉 全部去掉 然后我建议说头跟身体 跟尾巴的留着 中间的壳去掉 中间这一段的壳去掉 对 尾巴这边 我们留下来 到时候它会呈现一个漂亮的凤尾 这样子的感觉 对 OK 那再来就是要去藏泥了 因为这个虾子我们去藏 因为已经壳去掉了 所以就直接 在背上弓起来之后 我们就画一刀 看看它生前最后一餐有没有吃 这个没有吃 这个都很干净的 这很干净 很方便 是 很方便 这不用再去藏你了 好 那 好 接下来呢 我现在锅底要有一个油要来煎 传统的话 用煎的 对 传统的粉丝饱 虾子要下去油炸 为什么 因为它外面有壳 是 然后沾着粉 然后下去炸 然后那个 才会吸取那些酱汁 是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壳去掉了 对 但是你直接下去煎的话 第一个就是它肉很容易老 第二个它没有办法 八副酱汁 所以我们要帮它做一层衣服 做一件衣服给它 就是这个是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对 这很重要 那你为什么不用太白粉 为什么不用酥炸粉 为什么要用低筋面粉 因为我们今天在煎这个虾子 要让它的颜色要金黄色 如果你用太白粉下去 它太白粉遇到油或者是水 它会糊化 整个香气 什么各方面操作都不方便 对 而且会糊化之后 你那个会变成 整个虾子会很黏黏的 是 那面粉的话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去吃铁板烧 你没有通过铁板烧 师傅在做那个虾的时候 它都会沾成一个薄薄的粉 那个就是面粉 了解了 然后它这个虾子煎起来 就金黄色 很漂亮 再来就是 所以你就不用再勾芡了 因为煎完了以后 它本身外面就会有一个 不规则的粉衣壳在 对 对不对 酱汁就比较容易沾上去了 比较容易沾上去 你要在家里不想剥虾壳 然后又要好吃 就是用我这个方法 没错 好 来 然后在这边油温稍微重一点点 温度我这边会用一点面粉 下去放一下 这个温度还没起来 因为你这个油 它算是一个液体 温度不够 那个粉下去它还是会散掉 所以刚才沾了半天的粉 万一油温不够下去 还是跑掉了 都涮体 那件衣服就不见了 不是 那个油浪费掉了 你刚才沾粉的意义也没有了 对 所以温度还是要高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你在吃铁板烧 冒烟了 冒烟了 对 所以你看铁板烧那个师傅 它那个 下去煎 那个铁板的温度都很高 对 好 那我这边要快速 就尾巴掐着就放进来了 对 这样掐着 好 它就弓起来就很漂亮 是 那这边煎虾的话 我就先不要理它了 OK 先让它慢慢煎 来 这个是沙茶酱 然后我把这个酱汁 都拿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传统的沙茶酱 对 传统的沙茶酱 大家就单独用了 你还要把沙茶酱 搭其他的做酱汁 第一个一定要下酱油 酱油 因为沙茶酱它只有香气而已 但是它没有咸度 对 它只有香气 是 那第二个呢 这是蚝油 蚝油 对 蚝油是增加色泽 不然你沙茶酱下去 它会看起来就是 没有那个颜色 是 它有点浓稠的效果 也有点点海味 对 那再来就是要点糖下去 糖 酱油 蚝油是很咸 所以你要点糖 再下面一个就是 这个是黑醋 你看这黑醋颜色 比较不一样 这四个来把它搅拌均匀 就差不多了 好 这四个把它跟沙茶酱 全部混开就好了 对 对 好 好 来了 可以了 是 我先把这个蝦子 先把它翻过来 另外一面再来煎一下 让它均匀的 稍微让它上色一下 你刚才那个粉仪 现在那个蝦子的身上 形成了一个香气 也形成了一个壳 对 做粉之宝 就是那个蝦子的香气要出来 对 对 好 让它稍微煎一下 这边的话这个太浓了 我们要加一点的水 把它调开 对 反正这酱油 再来一点 再来 好 可以了 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 看它就是用水把这个酱 把它调开就可以了 稀释完了就可以了 稀释 待会就要来制作了 好 那这蝦子其实我们差不多 九分熟就可以捞出来 我现在就 这一锅的油里面要来炒 其他的素材 对 蝦子要先请出来 要先请出来 对 好了 而且这里面有蝦油在 这个千万不要浪败掉 好 这个时候 蝦子到八九分熟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先拿出来了 先拿出来 对 然后这边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这个蝦子拿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就被偷吃了 好 再来就是 我这边火稍微小一点点 来 把这个 蒜末跟姜末 对 对 先下去炒 对 下去炒香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来 我这边会放一些这个 菇 跟这个 蔬菜 蔬菜下去 因为粉丝堡 它传统就是只有葱 葱跟姜 但是我这边会加点蔬菜下去 所以把它炒一下 是 要炒到所有的蔬菜 搭配底下的这些油脂 一起混合均匀 对 好 那这里呢 我这个粉丝 已经泡过水的粉丝了 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就直接放在这上面 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要加一点的 水就可以了 要加多少水 好 来 可以 可以 这样子对 慢慢加 自己慢慢加 因为这里酱汁先不要下 你要先将这所有的食材 先把它炒软 炒软之后再用酱汁来调它的味道 不然这个里面它温度很高 那沙茶酱这样下去 一下就是 焦掉了 所以沙茶酱是后加 是 千万不要急 因为刚才我们放进去的蔬菜 这些东西它还会出水 对 我们也加了水 未来我们不希望这里面太多的水 会稀释掉我们刚才调好的味道 对不对 所以慢慢地稍微耐心等一下 等到所有的水分都出来了 完了以后被粉丝吸了 OK了 对 如果这时候你加太多水 粉丝吸饱了 它待会就不吸你的酱 对 没错 那粉丝就很难吃了 粉丝跟酱它不会融合 然后你还要去勾芡 很麻烦 因为水太多了 所以你就勾芡 所以你看这个差不多 这个颜色 是 而且我们刚才下面有炒过虾的话 它本身有点色泽 就让这个可以稍微上点颜色 对 所以这个水的很重要 已经软了 对 那这时候就把我调好的酱汁 这个酱汁这个比例 你不是整个加 就是说我们需要多少 就依今天的这个量来加就可以了 剩下可以留下来 看有多少人 对 看有多少人 今天我们做一份 所以刚好里面加了两把粉丝 对不对 如果突然间来客人 再加两把粉丝 你再加进来 对 因为它是一个比例在 所以你看你这个酱下去之后 那个粉丝的颜色就很漂亮 就几乎都吸进了这些味道了 是不是 你这样子就粉丝变得很好吃了 粉丝就是要这样QQ的 对 然后水不能太多 对 你看这个 看起来就很好吃了 对 做这个粉丝宝最忌讳就是水太多 对 水太多反而它味道吃不进去 是 而且我们看 加了一点蚝油之后 它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漂亮 而且很香 对 香气都出来了 而且有点黑醋的香味 是 那我就把粉丝先 好 好 然后把这些 作为一个鸟巢 对 蔬菜还是要下去一点 蔬菜都下去 这个就非常地有这个味道 那锅子里面不用用太干净 没关系 因为我待会还要把虾子再下去 下去烧一下 然后再一点点的水进来就可以 好 补一点点的水 为什么还要一点水呢 就是刚刚炒过这锅子的 这些酱汁 这个味道全把它融出来 对 千万不能洗掉 这是非常棒的味道 精华 对 然后这个酱汁再放一点点进来 这时候放的酱汁是要来给虾子的 对 都要给虾子的 对 所以如果粉丝饱 你不要觉得很难做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今天虾子不是刚刚有 那个面粉吗 是 下去 破一破 那个酱汁就全部扒在上面了 你看到没有 刚才的水不要太多 千万不要多 一点粘水 好 一方面加热的时候 让那个水挥发掉 再一方面 虾子外头那个粉壳 就会让那个水糊化掉 然后沾到虾子的外表来了 没错 然后这火关掉 然后下一点葱花 葱花撒上来 对 撒一下 还是要让它稍微加热一下 不要生葱 不要上去 要有手化的动作 对 对不对 这是食品安全基本的要求 对 我们要有一个仪式感 还是要一次一次加一下 你要头朝内是不是 都可以 头朝外 头朝内都可以 是 是 是 来 朝内 朝内 对 朝内 对 对 好 来 这看起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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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版的这个粉丝堡的做法 对 对 对 宴客菜了 对 宴客菜 OK 来 然后再剩下的葱花 把它放上来 放到中间来 对 好了 真的 看到没有 你到底想吃上面的虾 还是想吃下面的粉丝呢 还是整锅都想吃 来 上桌 喜欢今天的料理吗 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QR Code 加入美味so much的脸书粉丝团 让你有吃又有拿哦 娃娃菜鲜甜又美味 搭配鸡蛋豆腐的独特香气 滚上一锅带有淡香的娃娃菜 汤汁拌饭也好吃 好料都在家的黄锦龙师傅 马上教你做 来 今天做个豆腐菜 对不对 对 OK 豆腐这么多种 你用的是一个合豆腐 对不对 鸡蛋豆腐 其实任何豆腐都可以 但是鸡蛋豆腐可能颜色或者香气 稍微比较好一点 对 然后最主要是我今天先 跟大家分享怎么把豆腐拿出来 做一个动作把豆腐拿出来 而且膜都不用撕 就是不管是鸡蛋豆腐 或者是嫩豆腐 你要做的时候 我会从中间这边 这个后面 第一 它本身为了盒子的强度 已经有一些纹路了 对 那这个纹路刚刚好 它就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格纹 在上面 好 我们就顺着这个格纹来下刀 没错 对 来 然后呢 因为我今天 我先把豆腐取出来 我们先找到一个中间的格纹 中间 二分之一 然后呢 下刀 对 下刀 切完了 你没有切到底 没有关系 我只要把上面这半段切开 对 切开就可以 就好了 对不对 刷下去 刷下去 然后呢 对折 然后轻轻地 你看我这个豆腐 它弄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子叫吗 感觉我要出点力嘛 对 其实也没人家了 那只是一个营造气氛是不是 对对对 我还以为那个重点在于 出那个声音 你知道吗 对啊 你看这豆腐非常完整 都不会变豆花 对 这时候你想切成豆腐丁 豆腐片 都很方便了 了解 今天我是要切成就是 要稍微切成片状 这个有格纹下去 我就照这个格纹去切 了解 很方便啊 你看这样子 现在啊 你就按照它这个方法 按照上面的纹路啊 你看到没有 我就这样子直接切 对对对 你看切得很漂亮 这样切 切完了以后呢 横的再这样子切 好 至于切成什么样子呢 就按照龙师傅自己的习惯 对对 完整 OK 接下来下锅 锅子里面要不要油 一点的油来煎上色 一点点 因为这个豆腐还是要稍微有点 煎过它的那个香气才会够 对 对不对 带一点点这样子的油脂 煎出那个效果之后 它整个会加分 对 而且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油温不用太热 就是直接油加下去 然后呢 就直接放进去了 嗯哼 传统在做 类似老平的肉 也是用这个鸡蛋豆腐 但是你要用很大量的油 对 而且那个温度要到 大概200度 才会把这个皮煎得金黄色 皱皱的 待会呢 我们让它煎 没关系 煎到程度差不多的时候 再把它反过来 煎另外一面 所以我现在先把豆腐 移到这里来 好 放在旁边慢慢煎 对 它需要花一点点时间 这边来做别的东西 OK 还有其他的动作要做 那我先来炒一下 这个青菜 娃娃菜 OK 娃娃菜 好 这边一样 先一点油进来 那油进来之后呢 第一个就是 我们说要焖香 是 这个香菇要先下 蒜头先给它下 对 因为我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蔬菜的 自己的高汤 是 就是用这个香菇 蔬菜高汤 如果你不方便说煮雞高汤 或酥骨大瓜汤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做 其实在厨房里面有很多的方法 都可以产生高汤 对 譬如说昆布 我们用这样子冷泡 可以产生高汤 对 譬如说我们搭配一点香菇 爆香完了以后呢 藉由水这样子冲进去 也能够有高汤 譬如说虾壳 鱼骨 鱼骨都可以 有没有 都可以产生高汤 对 这个菜有点像比较家常的 台式的一个美味 它需要要有葱的香气在里面 还有香菇的味道 对 待会在青菜下去炒之后 那个水加下去 这一锅就非常棒了 了解 接着就把这个蒜也下去了 蒜末 对 一起下来 台式料理就是一个很家常的 但是每个食材的处理方式很重要 如果你一股脑全部丢进去 然后就炒一炒 味道出不来 是 对 有闻到那个蒜香 还有那些的香气 接着这个白菜也是要来炒 OK 那这边先不要加水 因为这边我们要把白菜的甜味 把它做出来 对 把白菜炒塌掉 对 你那边要不要翻面 差不多要翻面 要翻面了 对不对 对 我先过来这边翻个面 这个翻面其实就很简单 就轻轻的这样子 可以了 对不对 对 贴在锅子的边缘 对不对 哪一个汤匙 哪一个筷子 这样子稍微的辅助一下 辅助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锅子中间比较热 我们尽量移到旁边慢慢煎 这颜色就很漂亮了 你看都是金黄色的 是 这个另外一面就让它慢慢煎 OK 好 刚刚花了时间做了第一面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要来处理第二面的工作了 对 你看这个白菜让白菜慢慢炒 让它的甜分釋放 这个吹完先不要加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然后健康的菇类一起下去 这里就是可以加一些 你平常小朋友比较不喜欢吃的东西 红萝卜 讲是讲小朋友不喜欢吃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在现在通膨的 通货膨胀的这种情况之下 你不一定要用娃娃菜 什么菜便宜 你就买什么菜 都可以 像白菜 高丽菜 白菜 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不要像是菠菜那样子的 叶菜类 叶菜类 对不对 都可以 用便宜的东西来做 用便宜的好吃 那这时候我就要加水了 这水的话就是 大概盖到这个菜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盖到这个菜的时候 我就让它去焖住 因为它甜味释放在这里 这是有点半汤菜 是 这个很重要 就是稍微让它焖出 它的白菜的甜跟香菇的鲜 对 盖不盖 盖起来 好 好 再来就是 回头看豆腐啦 对 来看这个豆腐了 豆腐其实我在 已经煎到 其实两面都稍微有金黄色了 是 好 那我待会要来炒一个 蛋酥的部分 所以这个里面还要再给我一点油 再补一点油 对 因为我们这一锅把它做起来 这边的话 我这边就是要把这个蛋 稍微搅拌一下 先打匀 但是空气不要打进去 OK 把蛋筋给处理掉 对 你看一下这个其实已经 温度都很够了 是 好 那我就放进来 好 来 来 我用这个铲子来炒一下 待会这个蛋跟蛋豆腐 我们稍微让它稍微有点 去混合的感觉 结合在一起 对 但是这边要把它炒得香一点 是 香气要炒出来 后制这个时候必须要上个字幕 他告诉大家 四周是蛋豆腐 蛋豆腐 对 中间是炒鸡蛋 对 否则大家还以为是 对 蘿蔔糕 这看起来像蘿蔔糕 很像 真的很像 很像 期待蘿蔔糕 这个香气快出来了 有 那这个待会我会把整锅 再把它放在一起烧 对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 是 所以它有蛋的香气跟蛋豆腐的嫩度 在里面 这慢慢炒 那这边就是炒得稍微 就有点干就好 不要太软 太湿 但是也不要炒得像 用炸的那种感觉 因为传统蛋素要去炸 对 它炸的可能就是油要很多 有点点像是炒蛋块 对 但是每一个蛋块上面 都还有一点点 恰恰这样子的效果在 这样就可以了 对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个已经沉入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倒过去 对 那你拿这个 你拿这个 我把那个弄过来 好 来 来 你看 这个很香 这个味道 你看 你做菜应该少不了我 你下次上冲冠的时候带我去吧 我就来这边都有焦割蒸好 对 好 那我现在开始要调点味道 这个是传统的 就是一个酱油 酱油味 酱油味在里面 因为其实酱油一般在家里 它是一个很容易取得的一个调味料 调味料 一点点就好了 我们刚才连酱香 然后呢 汤头也会呈现琥珀色 对 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这个 盐巴一定要下 因为盐巴是把蔬菜的甜味带出来 OK 对 然后呢 我会加少许的糖吃起来取代 像大家喜欢加什么高鲜 那都不要加一点点的糖 OK 对 我们用这个糖来取代这个鲜味的来源 好 然后再来我现在要把这个 萝卜糕加进来 这是萝卜糕 好 来 放进来 来来来 制作我们的蛋豆腐 还有炒蛋块加进来 好 烧 这边主要是要让这个 豆腐蛋块吸了这些汤汁 是 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地 可口又滑嫩 是 对 我就把这个 另外一边把它翻过来 OK 对 你看一下这颜色 真的是非常地漂亮 好 你可以看一下 豆腐蛋的香气 再慢慢里面再烧 烧到什么程度算是好了呢 重点就是要看一下这个 娃娃菜它的嫩度 软烂程度 对 对 你看一下 因为最 我们是以这个梗来看 这个梗要稍微软 软一点的时候呢 就表示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了 是 对 所以这梗稍微还有点 有点勤 还有点点脆 还有点点硬 硬 对 所以你继续烧一下 那这时候 其实你让它在烧煮的过程当中 这些食材的味道会互相融合 豆腐会吸到这个蔬菜的汤汁 那像蔬菜 它里面会有融入这个 蛋酥的香气在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胡椒粉要加 OK 整个味道就是非常的有这个 完美 台式的这种古早味 是 我看你中间 因为你那个蛋豆腐煎成那样子 真的如果我加一点点 粿 粿 粿 其实都没有关系 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的 甚至我如果不加这个 我中间加一点点那种根莖类的 芋头 芋头 麻铃薯 也可以 玉米什么的都不错 或者加一些什么年糕什么东西 当成这个主食 对 那我这边还会再加一点点的辣椒 让它稍微口感层次上 会比较有那个 跳出来的感觉 跳出来 一般就是 盐巴 胡椒粉跟酱油 酱油 对 我看你在锅子里面就摆了这么整齐 难道你待会出来就想 直接走出来吗 这个我是发觉 家庭主婦在家里做菜 就是说它有一个 就是盛盘有时候就是 要盛好几次 对 那因为今天这个是软性的一些食材 所以很适合就是直接就进去 一锅这样子 了解 好 其实已经 我这个已经变透明了 你能看到 透明了 这个最终可以进去的 这种可以进去的 菜梆已经透明了 对 OK啦 OK啦 好 来 来 来 只有一次的机会 只有一次的机会 对 这样子 千 千万不能失败 不会 来 来 一次完成 你拿捏得刚刚好 这个数量 这个量跟那个 可是你盘子拿得好 你前前后后 都没有改变 没有 然后呢 这个辣椒摆的这个七星镇 也完整如初 对 来 这道好吃的料理上桌了 就像大一小银 ASI PSOE